怀抱过去 日本禅中两名和尚的故事 把人类心智无法或是不愿意放下过去的情形 描述得淋漓尽致 站山和一堂 两名和尚 走在大雨后 泥泞的乡间路上 接近一个村庄的时候 有名年轻女子正准备穿越泥泞的马路 但是因为泥泼太深了 他担心身上的丝质和服 会因此而弄脏 站山当场就背起那名女子 把他送到路的另一边 两名和尚继续在静默中前行 五个小时以后 快要接近他们投诉的寺庙室 一堂再也忍不住了 你为什么背那名女子过马路 他问道 你知道我们和尚要遵守清规的 我几个小时以前 就已经把他放下了 站山回答 难道你还背着他吗 现在请想象 如果有人像一堂那样 总是无法或不愿意在内在放下生活的情境 并且还继续不断地在内在累积负累 那么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了解 我们这个地球上 大多数人生活的面貌了 在这些人的心智中 背负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而这些负担都是关于过去的 过去是以记忆的形式 在你之内存活 但是记忆本身并不是问题 事实上 经由记忆 我们才能从过去和过去的错误中 继续教训 只有当记忆完全地掌控你的时候 它们才会变成负担 变成问题 而成为你自我感的一部分 你被过去所制约而形成的个性 就成了你的牢笼 你把自我感投注在记忆之中 是这些故事为你自己本身 这个渺小的我 就是遮蔽你真实身份的幻象 让你看不见自己是永恒无形的灵在 然而 你的故事 不仅仅包括了心智的记忆 也有情绪的记忆 不断地被反虚的成年情绪 就像那名和尚 他不断地用思想在喂养他 背负了五个小时的不满 大部分的人 终其一生 都背负了很多不必要的重担 心理上和情绪上的 经有怨恨 后悔 敌意和愧疚 他们限制了自己 他们情绪化的思考 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自我 所以他们必须要紧抓着 这个旧有的情绪不放 以加强身份认同 因为人类倾向于 让旧有的情绪很久存在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带着 累积已久的过往情绪 伤痛的能量场 我称之为痛苦之身 然而我们可以停止 在现有的痛苦之身上 添油加醋 借油象征性的拍打我们的翅膀 避免心理一直盘更在过去 我们可以学习 破除累积和流存 成年情绪的习惯 我们可以学习 不让情绪或世界 在我们的脑海中 一直存活 而让我们的注意力 持续地 回到原始的 永恒的当下时刻 而不会陷在内心所制作的电影中 这样一来 我们的临在 而不是我们的思想和情绪 就会变成了我们的身份 任何过去发生的事情 此刻都无法阻止你活在当下 而如果过去无法阻止你 此刻活在当下 那么 它还有什么力量可言呢 感谢观看